大家好 素食教主為大家示範這個能量手炒油蜜菜 名字可能很特別 未聽過什麼叫做手炒油蜜菜 為什麼要用手炒 其實它也是一個食三版的菜式 我認為是一個入門版 因為很容易做 亦都很容易吃 亦都很好吃 又健康 大家記得看看怎樣做 先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中間看到洗了的油蜜菜 有薑蓉 椰子花糖 黑豆豉油 這些是芝麻 這個是麻油 是這幾樣東西 當然每一樣東西都有少少講究 首先由菜開始講 這個油蜜菜 我不是用油蜜菜 當然如果大家很擔心這個農藥花肥的問題 用油蜜菜就最理想 如果大家買到的話 亦都不一定要用油蜜菜 有幾種菜我都覺得挺好吃的 同一個炒法 可以用西蘭花 椰菜花 菜肉瓜 譬如豆苗 番薯葉 菠菜 這些都不錯 如果大家注意到用番薯葉和菠菜的話 盡量就不要用狂 因為比較纖維太重 吃下去就很韌 就不是很好吃的 我個人認為 油蜜菜 我覺得是因為它像羅馬生菜 它整棵幾乎都可以吃的 如果買了它回來 如果不是有機的或者是有機的 那怎麼用呢 其實我一般就會 逐塊醃集了它 我覺得可以用這些小梳打 因為小梳打 就加了它會有些弱鹼性 你也可以加點醋 有些酸性 都做到類似的事情 如果買到有機的就不用煩 直接拿一些過濾水 或者飲用水去浸一浸 洗一洗灰塵 其實都已經可以了 還有第二個重點就是 洗完之後 我們就要用一個叫做脫水器 用手拼就行 或者你真的沒有的 你拿一個 譬如這個是燒機 就是有洞的 你放進去浸一浸水之後 你可以找到一個燒機 兩個這樣吸住它 然後這樣搓它 那些菜的水又拼走了 那你會比較入味 因為如果你太多水分 留在菜面裡 到時你拌很多調味下去 那些調味都會卸走了 那變了你可能調不準那個味 這個就是菜那方面 第二就是薑 那薑其實這個是生薑 那但是如果你想好吃一點 也都不怕說 我很堅持100%都要生的話 我建議那個薑可以炒一下 那當然你用的油 也可以講究一點 譬如你可以用橄欖油 山茶油 這些可以受到少許高溫的油 都可以 那其實炒一下薑 它的辣味就會降低了 那又多了香味 甚至乎你可以加上新鮮的沙薑 在街市買到的 那你但是就不要太多 沙薑你大約佔薑的十分一左右 都可以 因為太多的味道很濃 那你可以這樣炒一下 然後就放在冰箱保存 就可以了 你可以一次過做多一點 例如一個玻璃瓶 那你不用每次做你才做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但是今天我示範這個是山薑 那山薑就會辣一點 因為放太多就不能放很多 那這個就是椰子花糖 那為什麼會放這個糖 因為它香味比較特別 還有升糖指數會低一點 那是一個健康一點的糖 還有放糖的原因是會中和了菜的結味 因為一般你就這樣拿一片油蜜菜來吃 其實它不多不少都有一點點結味 那糖是中和了這個結味和薑的辣味 那還有它屬於一個調味 因為我們會加醬油 醬油跟糖 這個很傳統中國人的智慧 煮很多菜都是醬油跟糖 那就不會差的了 那醬油我是選用黑豆的醬油 那一般醬油就是黃豆 那黑豆醬油就 它有獨特的香味 又會鮮味一點 那還有沒有基因改造的問題 那如果大家買到黑豆醬油 就最好用黑豆醬油 那另外這個芝麻 那我這次選用了熟的芝麻 因為我自己個人認為熟的芝麻香一點 那如果你很介意我 我的芝麻是生的 那你可以買一些生的芝麻 或者不浪 或者放其他果仁有香味 拿一些合桃 那你喜歡也可以的 合桃蟲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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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蟲 那麻油也是 你買一些冷壓有機初榨的也可以 你買一些你自己家裡有的麻油 總之有香味的油也可以 就沒所謂了 好那這裡講解完 我們就最後一件事 就是工具 那我們用一個大一點的盒去拌 拌拌其實就用手拌 我建議因為手拌可以拌勻 經常都說手去接觸食物 其實就是你個人的能量去傳到食物 所以為什麼這個菜叫做能量手炒油蟲蟲 就是很在意你個人的能量 如果你存在著一些喜悅的心 有愛心 很開心去煮一些好東西給人吃 其實對方吃的人是會感受到的 所以我們煮食的時候 最好懷著一個感恩的心 歡喜心 我其實不建議是戴手套的 最好就自己赤手去做 但是我方便拍攝 就戴手套 會好些 我們把菜 倒入盆裡 這裡大約有兩湯匙的薑 我都放進去 然後椰子花糖 這裡差不多有接近三茶匙 芝麻 全部放進去 這裡有兩湯匙 麻油也是 也是兩湯匙 那這個黑豆豉油 大約有兩湯匙左右 也是 我們先 你看到糖 有時候會不溶 我們輕輕和薑 有些液體 容易溶 擦一擦 然後我們拌的時候 就一邊轉著鍋 一邊去炒底 我們留意一下有沒有糖 因為椰子花糖 它是很容易吸濕氣 之後就會稀 一粒粒 所以你看一下 會不會看到有些一粒粒 你就用手指頭擦散 它 那你拌到差不多 你就拿一塊來試吃一下 現在就適合味了 好吃的了 千萬不要不斷攪拌 攪拌到它全都不好看 那就上一碟了 好了 完成了這個能量手炒油麥菜 是不是很簡單呢 謝謝大家